我們可以慢慢習慣一下 明端硬碟 其實他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這些Google常用的App 那當然另外可以結合要手機上面的應用 那兩邊的其實 就是說你可以慢慢熟悉一下 那只是說呢 當然 天下沒有白吃午餐 那Google其實也蠻聰明 其實不只是Google 很多那種 商業模式 他就是先讓你習慣 然後最後才開始收錢 就是呢 還是先把養 養肥了養大了之後再來宰殺 其實大家都這樣 所以所謂的養套殺 有沒有先讓你習慣 習慣之後你就非得要付錢 所以以前那個Google相簿 之前我記得好像在去年6月以前 他是無限量的 也就是你相片怎麼傳 然後影片怎麼傳 都是沒有限制的 所以我用得非常非常愉快 所以我幾乎把所有的相片都傳上去了 但是突然間 他說資料要收錢 那我就開始考慮說到底要不要付這個費用 不過目前來看 其實我還 懂得 角兔山窟的道理 所以把一些東西放在別的地方 OK 目前用好像OK 再者 畢竟他是所謂的公有雲 那 還是隱私問題 所以 如果你自己要架 比如說你要自己架雲端 就所謂的私有雲的話 那其實 你可能就可以花一點錢買一些 買一個裝置 那裝置的關鍵字叫 NAS NAS 如果你們不知道 對這東西熟不熟悉 NAS 這個關鍵字 他會出現這些 不過他都不是 這個 長得像這樣的一個機器 有點像一個便當盒 比便當盒稍微大一點 然後呢 他的耗電量量也不低 反正你就放著 然後稍微設定一下 他就會 把你的私有雲就長出來了 那也就是說 以後呢 如果假設 因為這個硬碟是你自己家的 自己自己的啦 所以呢 你要多大有多大 所以你要買 像我就買一個 4TB 4T 8T 16T 通通給他插滿 這樣子的話 完全沒有限制 也 而且他好就是說 雲是我自己的 所以我可以 隨時登入我的雲端 然後我可以存取我的東西 不過前提是 你必須要 第一個先買個機器 第二個買很多硬碟 第三個 你還要再租用一條線 線路呢 是直接 隨時 都能夠連上網路 那當然你想 哇 這個費用就 所費不支了 而且 他的 技術 的層級 也相對高一點 可是問題 我是 我有這樣的需要 像我自己有架設網站 我就用這個來架設網站 所以你們可以 像找一下那個什麼 吳老師 關鍵是吳老師 我有一個論壇 其實就是用這個架設 比如說如果你想要找那個 前面都是變麻將 底下 那我記得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這個網址 triple.t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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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這一個 教學論壇 其實就是用剛剛講的 NAS所架設 那這個 NAS NAS 它其實呢 好處就是除了可以架設 雲端之外 它也可以架設 網站 也可以做很多用途 只是說這個 當然難度還蠻高的 只是說我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自己看看 把你的押稅錢 拿去投資 但是 可能要做很多設定 那你說很難嗎 我是倒也覺得 還OK 因為 網路上很多人在分享 你們打這個 關鍵是 就會找到很多 那個 一些網紅 他分享 使用的經驗 比如說他有很多 剪輯影片 他沒地方放對不對 他其實也可以放這裡面 OK 所以 跟各位 稍微提一下這個部分 那 再來的話 其他部分的話我想 就是 後面我們基本上第一個會先講 有關 雲端應用 那之後的話還是會講到YouTube的部分 那其實YouTube我覺得 大家不妨可以試試看因為 其實他背後的商機還蠻大的 因為畢竟他是主流嘛 OK 所以 如果你的訂閱超過1000的話 實際上就可以 加那個廣告獲益 那你說廣告獲益多不多 我就覺得不服小服 而且背後其實還有蠻多業配的 OK 所以 假如說 你未來是希望你的生活 是可以 比較多變化 而且斜槓的話 或許也是 一個背後的商機 那當然除了YouTube之外 寫部落格 架設網站 或者是設計App 其實都是可以獲利的 前提當然是你要過專業 那這上禮拜有提到 其實未來的趨勢 就是這些 跟這有關的 那我們設計的課程 基本上 就跟雲端 跟手機的App 跟大數據有關係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上個禮拜 還有提到 今天 我們原則上就是 講到有關雲端應用的部分 那 那也許下一次吧 因為看時間其實不太夠 下一次的話 我會再講一下 有關Google 地圖的相關應用 那 因為問卷裡面 好像大家對於Google地圖 好像不太 不太 怎麼講 選的人很少 我在想說 是不是大部分同學 對這個Google地圖的應用 都不太熟悉吧 是不是 比較少用嗎 應該不會吧 你們要查評價 應該會查一下吧 比如說你去餐廳吃東西之前吧 應該要看一下吧 不會說就把它跑進去 然後吃 就踩雷就出來 怎麼會不先看一下 或者是去住飯店的時候也是一樣 住宿吧 看一下 就這樣說不OK OK再去 不OK就不要去了 那 可是問題 這背後其實也很大的傷跡 因為其實未來Google也是希望 把這個Google地圖 變成是 背後有個商業模式 有點像YouTube一樣 比如說你在上面可以做一點事情 也是可以被看到 當然呢 至於要怎麼做 這個背後 我是有在雲端上面 加了 所以你們可以在雲端一碟上面可以看到 第一個單元 雲端應用裡面 就會看到一個 就是Google地圖的在地想導 那這個的話 請各位回去 或許可以試試看 第一個的話 有關積分的部分 在地想導 我不確定 因為在 手機上 你們應該都有裝Google地圖的App 這相當好用 相當好用 現在我連開車我幾乎都用它來導航 以前剛開始導航會怕怕的 但是現在好像越用越好 主要是說 它裡面呢 會有路況 所以呢 我如果要抵達目的地的話 真的還蠻準的 它甚至可以幫我把它 就是說 前面路況 順便加進來 計算 所以我抵達的時間我可以很精確 出發的時候 可以看一下大概幾點幾分抵達 然後抵達看一下 真的相去 大部分都不遠 我覺得這個 早期當然有的時候會導航錯誤 不過有時候 當然導航 其實主要還是參考用 你不能說真的把它當成 如果前面真的有狀況 像之前不是有 有那個三寶嗎 直接就逆向 好像就在什麼黃河快要撞死那個 重機其次嗎 然後說它是導航跟我講的 導航這樣 那當然就有點問題了 OK那裡面的話基本上 各位可以嘗試一下 就是在那個 你們的App裡面 其實就是有貢獻吧 因為它不斷在改版 在右下角有一個按鈕叫貢獻 有沒有 那你貢獻按進去之後的話 其實就可以看到 類似 你 你這邊的一個 評分方 就是 在地強導的一個服務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 它大概 的評分方式 這樣 底下這個是 等級 最高等級 其實它目前好像就只有到 第10級 也就是說呢 第10級之後呢 就沒有第11級了 最高就是第10級 然後分數的話呢 就是10萬分 9級的話是5萬分 好意識類推 那怎麼樣可以拿到分數 它這邊有評論一則是10分 然後 如果撰寫200字以上 再加10分 OK 然後呢 那評分 就是你如果有做評分 就是只有拿1分 然後如果你有上傳一張照片 那就5分 那標記 3分 影片的話是7分 不過我覺得 影片跟照片好像只有差2分 拍照好像比較划算 OK回答問題1分 然後問答3分 編輯的話5分 新增地點15分 也就是說 你這邊做完之後 累積出來就是這個分數 那我好像上次有跟各位講過了 這個回去你們可以玩玩看 我自己是還玩蠻久的 就是說 你這邊的話呢 當然在電腦裡面叫做你的貢獻 可是手機裡面叫做貢獻 那他就會顯示出你現在的貢獻程度了 那因為我用這個用蠻久的 超過10年以上 所以我的等級已經是第10級了 然後呢 分數的話 他最高好像只有10萬分 可是我快 我在想說如果我 20萬分 因為我已經超過第10級了 而且我一直在 往那個 20萬分 因為沒有第11級 我在想說如果20萬分 會不會跳第11級 我又不知道 我現在已經18萬分 不過要 達到20萬分 是真的還蠻難的 一件事情 那當 你想說 老師你幹嘛做這些事 其實有時候是習慣問題 反正我去 我就評論一下 好吃不好吃 我至少 幫一下鄉民 對不對 OK 大家互相幫來幫去 我看別人的 別人也看我的 那不是一種 叫做什麼呢 互利 的一個 方式 對不對 你總不能說一直看別人 然後自己沒有貢獻 這樣說不過去 另外的話 我也會看別人 比如說我去 沒有去那家餐廳 我可以看一下那家餐廳的 裡面的 裡面的 所以我也會一樣 去到一個地方 我也會幫忙拍照 然後當人家還沒去之前 我可以先讓別人知道 這家餐廳大概長什麼樣子 飯店長什麼樣子 菜色長什麼樣子 所以現在大家還蠻習慣的 就是 吃東西之前 可能還是要先餵相機吧 應該先餵手機吧 人可能還晚一點吃 諸如此類的 所以你們可以 嘗試一下 我是覺得如果你對 這個部分 比較不熟悉的話 可以 稍微再 了解一下 其中評論這邊會顯示 我已經有 1069則評論 相片的話 總共有32000多張 OK 基本上會 幫你按照順序 比如評論 我最近有什麼評論 有沒有這邊有 然後有什麼 相片 然後也按照最近的 OK 所以說都是拍一些吃的吧 拍一些玩的吧 當然這個 然後呢我上次有跟各位講過了按照觀看次數排序第一名好像在九州拍了一張照片 那目前的觀看次數總觀看次數已經快到8000萬的觀看次數了 OK然後 再來 其他部分 這個 這個 編輯的話比較少 我發現好像他們不太用編輯 可是15分很難拿 那除了這個功能之外 還有一個我覺得我還蠻常用到的功能 就是所謂的時間軸 那這個時間軸 這個時間軸可能還是需要說你要把你的GPS隨時打開 然後記錄你的位置 那好處就是說 你就可以隨時記得說你曾經去的地方 比如說呢 我以這個例子來看 比如說2019年的9月5號 我曾經就是飛到日本 然後去哪裡呢 去那個白川鄉去那個看那個那個合掌村嘛 那可是這個如果忘記的話感覺就是如果沒有記下來感覺就是很可惜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都會開啟我的那個什麼 時間軸 那我只要把那個2019年的9月份 的5號 把它點下去之後你會發現 我所有的時間軸就會顯示出來了 總共我搭了多少 多少距離的 火車 373公里 那一天然後 然後飛了1702公里 然後坐了65 5公里的 車子 他都會顯示出來 而且花了幾 幾分幾秒 做了什麼事情 他基本上 都幫我記錄下來 而且幾點幾分這邊都顯示出來 連那個隔天 比如說我那天 我們就是 住在那個新高崗 這個是新幹線的一個 車站 而且剛好住的飯店就是在旁邊而已 就是大概這麼近 走過去就到了 OK 然後呢 到了之後的話 我馬上就去 號稱那個全日本最漂亮的星巴克 然後去那邊 坐一下 然後 吃個東西 就回來 所以這個其實都會記錄下來 真的隔天 每一天每一天 做的事情 其實這邊都記錄下來 也就是說呢 我的 所有 做的事情 這邊都顯示出來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我可以馬上 恢復當時的 記憶啦 那如果我要回頭寫 郵寄的話 那真的是一個非常 方便的一個工具 OK 這個我想 因為 在問卷裡面 同學好像對這部分 有興趣不是那麼濃厚啦 所以這個我大概戴一下 那本來這個 原本是有規劃一個作業 但是 我覺得這個好像 大家沒有太大的興趣 這個也許就 先跳過吧 OK 那我們就 下一次上課的話 連結上我們就是在 換到下一個單元 下一次上課的話就是 再來的話就來看 新增裡面呢 還有更多 這邊有一個 其他什麼呢 AppSquid 這個Google失算表的部分 下一次再來看 OK 那畫面再還給各位 那今天的話原則上 你們就先大概 練習那個Google表單 跟那個Google的 雲端 硬碟 檔案跟資料角的共用 那作業部分的話 也許我們就是 我上次常講說給各位一個月 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 Google表單部分 請各位就是先設計表單內容 然後 再來就是請 你身邊的同學 大家也不要太 人不要太少 大概10個 至少 人越多越好 我幫你填一下問卷 然後把那個最後問卷的結果 要交一個簡單的報告 就OK了 這個部分應該沒問題吧